我们讲了这个马克思 揭示这个社会形态的变化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个历史规律 它实际上和它的这个世界历史理论 它是相联系的 也就是说 既然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那就说 它不是仅仅适合于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的 而是贯通于一切时代的 一切时代东西 既然如此 它应该是世界性的 所以我说 研究这个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 不在于你考察 它是不是这个亚西亚马克思说的对还是不对 这个分析对不对 我觉得不需要做这样一个 就是说很 它考察 比方说苏联人 他在20年来考察有一个结果 他说这个马克思当时亚西亚的生产方式 他说实际上是不了解亚西亚 就是说这个东方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结果 所以它是不科学的 我觉得这个不在于它这个具体的对某一个形态的描述 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而是他提出了什么 是历史的发展呢 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这一个是一个普遍实用的 对任何社会 任何这个时代都实用的 这就提出来一个什么 可以认述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这样一个思想 世界历史如果没有普遍性 不能成其为世界历史 它至多只是一种什么 民族的历史 是吧 只有民族史而没有世界史 所以世界史一定是以世界历史具有普遍性 就是有它的普遍原则为基础 我才能称之为世界史 你要说仅仅说交往的话 那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之前 那么也有交往嘛 比方说我们的思书之路 也跟别人这个各个国家也在交往 但是那一种交往是很松散的 它是不能有内在联系的 那么这样一个联系呢 就是说它是看到一个普遍性的 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基础 发展的一个共同基础来奠定的 那么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呢 在马斯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以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可以说它是整个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就是说真正使世界历史 把这个马斯所说的历史是什么 是一些民族史地方的这样一个历史 那么把它转变为一个世界的历史 世界历史 而这样一个历史呢 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打破了这个民族之间的界限 形成了世界性的分工 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分工 所以才有了世界历史 所以它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 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 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 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 消灭的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也就成为世界历史 所以马斯在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思想 而这个思想呢 是以这个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就是说他认为资本主义啊 创造了世界 创造了一个什么 普遍性的生产方式 就是一个世界啊 普遍性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 所以呢 马斯啊就讲 首先他就要联究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啊 就是以阶级关系代替封建的等级制 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 建立现代国家 建立现代国家 以大工业代替手工业 建立世界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每一个都是社会的 都是一种普遍性的 对于历史来说是普遍性的 就是阶级关系代替等级关系 它是所有的关系都简单化了 那种遮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复杂的 这样一个等级关系 它把它打碎了 那么在一个呢 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基础建立起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我们说了 是一种企业性的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然后呢 大工业代替工厂手工业 就是建立这个世界市场 就是把所有这个能够这个阻碍这个民族 冲破民族的这样一个 就是也阻碍民族发展的这样一些堡垒啊 全部都通过这些东西啊 把它冲破了 冲破了 所以马克思正是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特点出发 考察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马克思提出了三个观点 三个观点 你们可以具体去看 说我们再把这个观点讲一下 一个呢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 是世界历史形成动力 所以呢 在世界历史当中 必然有一个资本主义时代 就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啊 有一个资本主义时代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世界历史当中呢 资本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啊 它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占了主导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啊 世界历史啊 首先是一个经济的过程 首先是一个经济的过程 由于经济的世界形成 那么造成了政治文化的世界化 那也就是说呢 整个世界历史啊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 而是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在一起的 一个整体的历史现象 经济的世界化 必然带来政治 带来这个文化的全球化 文化的全球化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啊 他也提出了一个 就是说这个世界文学的思想 他说因为这个资产阶级 在把自己的生产方式 推向这个 这个全球的时候 他同时什么 也要把自己的精神产品 输送到别的国家 这个马克思讲的 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概念 就是那种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就是这个 统治地位的这个阶级啊 他必须 必然要把自己的 使自己的这个思想 意识形态啊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是吧 这个思想实际上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这个不仅对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 是这样的 对于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发展 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 它同样是这样一个过程 它在 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输入过程 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输入过程 同时一个文化输入过程 所以它是不断地要利用这个东西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在考察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时候啊 它首先它分析啊 这个全球化为什么说是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第一位呢 它说这是由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生产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 我们说了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 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对资本的追求和无限的扩大再生产 这个啊就形成了一个动力啊 它对资本的这个追求和无限制的 这个扩大再生产 那么它所产生的是什么 它就必然要打破各个民族的界限 因为它要无止尽地追求下去 它在它的这个民族里面 它是有限的是吧 是对它是有限制的 它要扩大的话 所以它一定要摧毁这样一个 它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民族之间的界限 它一定要把它在全球实现它的这样一个资本 全球实现它的资本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世界化的这样一个内在动力是什么 内在动力是什么 就是对资本的追求 哪儿有资本 它就会到哪儿去 你那个资本啊 只要是资本 能够使它这个追逐资本的地方 它就一定要把它的这个生产 它的资本的追求 发展到各个角落里面 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面 它都要把它扫荡到 都把它扫荡到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个 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内在动力 那么第二个呢 它有一个特点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什么 它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交通的便利 这个资本主义啊 它随便到哪个国家 它首先什么 就是说它是我们讲了这个资本主义啊 它是要把科学技术啊 变为生产力转到它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那么它是通过什么 通过生产工具 我不断地改造这个设备 改造这个工具 我就可以什么 无限地吸收这个资本 无限地扩展这样一个资本 同时的这个交通便利 它随便到哪个国家 它首先是修公路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 包括这个通讯的这样一个发展 它是一个快捷便利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它就什么 它可以把你的这个物质啊 迅速地从这一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 这个就它必然 你这样你哪儿能赚钱 它的路就修到哪儿 所以这个资本在哪儿呢 它就这个交通就到哪儿去了 所以这样呢 而且它交通本身就是它资本扩张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所以你随便在哪个地方啊 所以这个它就 你封建的这样一个壁垒的 它因为受到这个民主的这样一个约束 受到它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约束 所以呢 它就不可能有这么便利的交通 便利的交通 所以它的这个活动范围总是有限的 我们说你这个交通工具啊 工具的这个便利啊 它可以提高加速人们之间的这个联系 输短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啊 把这个空间感啊 这把它输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距离和空间的距离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生产工具的改进 和交通的这样一个便利啊 为它实现全球化提供了条件 是不是提供了条件 可以说是加速了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它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摧毁 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摧毁 就是资本主义啊 它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啊 就是说这个 它总是要打破这样一个 就是说农业打破这样一个自然的 这样一个分工 打破自然的分工 它也把它变成一个世界性的 那么就是说 也就是说要由工业文明取代这个农业文明 取代农业文明 那么这个农业文明呢 基本上是和前资本主义文明形式相联系的 所以它要把这个 它不能允许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我们说了 它是交换经济 它是交换经济 商品生产交换经济 它一定要跟你交换 这个农业文明 它是不是不交换 我可以不交换 我自足自己 我自己种在一块自留地 我自己搞一个家属性的 我们可以自己生产 绑杀 植布 所有都是我在家庭里面可以完成 或者在我的家属里面完成 我根本不需要跟你交换 但是资本主义 它是以分工 以交换为前提 它必然要打破你 你不交换 我非要跟你交换 我不管是以和平的方式 是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你 我都要颇使你接受我的文明形态 都要跟你进行交换 所以这个交换的这样一个本身 它就必然要打破这个民族的界限 必然要消灭前政主义的生产方式 所以这个比方我说 英国就是欧洲 这个列强侵略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首先在中国修铁路 我们都知道 到处修铁路 把你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封闭的省份什么东西 到处打从 你管的就是农村乡村还是城市 我都跟你修满了这个铁路 让你这个到处都步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使你的这个 你原来农村里比如说我种钱是为了自己的 那么它给你种上鸦片 那个鸦片什么 绝对哪个不会把鸦片当饭吃 它肯定是用于交换的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什么 为了交换 为了交换 是为了获取货币 这样你的这个自然的经济啊 就被打破了 就被打破了 就进入了什么呢 为交换而进行生产 或者说为货币而生产 那么这样的你的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 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啊 就被摧毁了 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是什么 就把这种 资本主义啊 全球每个民族都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是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化了 是吧 你不管这个民族 你是愿意不愿意 我都要把你这个摧毁 所以这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 这个资产阶级 不管是用暴力的和平的方式 他都要把自己的经济 政治文化推向全球 迫使这个民族啊 来接受他 那么这是 马克思所说的 这正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 使他能够什么 就是说 而且有了这个条件 创造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时代 也就是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时代 这是资本主义啊 它的发展的一个特点 那么其次呢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形成相联系呢 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 也必然是世界性的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它必然要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成为一种公共的财产 成为公共的财产 也就是说 它要有一种世界文化 一种世界文化 或者这是马克思提出的 这个世界文学的思想 所以呢 既然它的生产方式 它的这个政治和文化的世界性发展 它是不是 如果全球都接受它这个思想 它是不是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 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 所以资本主义这个全球化 首先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时代的 这样一个形成 那么这是马克思的这个第一个观点 那么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当中的 就是要探讨这个东西方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个世界历史的形成 说穿了就是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 就是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世界性发展 它实际上是什么 从西方 就是从西欧的这样一个本土 然后向这个其他国家的扩散 那么在它扩散的这样一个 在就是说在这个资本主义西欧资本主义扩张的情况下 东方还是一个什么 前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如果说马克思在纵向的 就资本主义的在欧洲的内部体系形成来说 它经历了一个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在全球的这个发展 它所体现什么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 是吧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因为东方在这个时候还是前资本主义国家 而西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 所以它在这个社会形态上 它是高于理的 就是高于理的这样一个文明形态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说 所以马克思在考察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整个资本主义发展 就是一个西欧的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所提出来就是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 我怎么样来东方要不要接受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如果接受它是以什么方式来接受 那么这就是马克思在考察世界历史当中 着重要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来了 那么到我们今天还是依然要考察 就是每一个我们好像都在跟着这个西方走啊 他每一个他受到他内部的这样一个动力的这样一个支持 他拼命的发展 那么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国家呢 就总是要不断的就去要跟上他 那么这个关系所表现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马克思在讲这个西欧的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个世界性扩张的时候 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 从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他考察这个生产方式的变革 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这个角度啊 来考察这个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什么 就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消灭欧洲以外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 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啊 马克思就说 他实际上这个东西方的这个东西方的关系 就是我们考察东西方民从关系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是马克思在考察 就是他在这个包括在资本认 在德意形态和资本认里面都提出 他第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讲 从这个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讲呢 那么就是说整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消灭西欧以外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马克思就提出来 就是说这个历史啊 是世界历史按照铁的比拦性发展的 按照铁的比拦性发展的 那么这样呢 他就提出什么 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 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农民的民族 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东方从属于西方 东方从属于西方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这样 这就是什么 表现整个世界历史啊 有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就是它的历史性的发展 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因为你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是高于这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 所以你这历史必然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说一般的来说 它是高级的文明形态 总是要把低级的文明形态 把它进行改造 把它吸收进去 我们说这个满族啊 他用武力征服了这个汉民族 最后呢 他自己也被汉化了 这就是什么呢 你用暴力 你可以征服这个民族 但是呢 你没办法 如果你的文化不先进的话 你是没办法来征服这个民族的 你反而会被这个民族所同化 这就是文化之身的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同样的 马克思在这儿说的呢 就是说 这个由于这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发展呢 所以当资本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 向东方民族扩张的时候 那么东方民族 在这个东方社会呢 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 所以呢 这就不得不死这个西欧的这样一个民族啊 西方民族呢 它在世界历史形成当中 占助了主道地位 而东方民族呢 不得不从属于西方民族 不得不从属于西方民族 那么这一个呢 可以说 它是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必然趋势 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决定性因素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 是从文化传统的角度 从这个文化传统的这样一个角度啊 就是说文化传统的这个 民族文化传统的这个角度啊 来进来看 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什么 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碰撞过程 东西方的这样一个 就是西方在这个生产方式 扩展到东方的时候啊 它不仅仅是改造东方的生产方式 它必须要改造文化 但是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 它是不同的 它是不同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西方啊 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就是从它的土壤里面产生出来的 就是它很早的时候 西方 这个它就是开始了这个商品交换 开始了商品交换 虽然这样一个商品交换 在他们这个封建社会 在一个农业文明当中 中世纪 它是一个什么 次要的因素 但是这个因素呢 随着它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个随着它交换的这个经商化 所以它会成为它的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经济 成为占主导地位经济 那么相反的呢 东方民族它是一个什么 它在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呢 它是一个这个以中法式经济为主的 这个农村公社的这样一个制度 农村公社的一个制度 那么这个中法式的经济形势呢 在根本上是缺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转变的内在动力的 我们说这个东方啊 它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那么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入境 我们也可以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理 这只是一种历史的设想 历史的设想 它不是历史的现实 因为你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已经转到你的这个东方文明来了 而你一直都不注意 这个因为我们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特点 使它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攻击性啊 或者一种侵占性 它有一种内在的这样冲动 必然要这个往世界性发展 而你这个中法式的经济 它是一个封闭的 是一个保守的 它不可能想着去侵占你 我再扩展 你来了以后 我就是什么 我送给你都可以 我送给你啊 我是一个泱泱大国 你跟我礼拜 我送给你都可以 它不是说我通过交换 怎么样来取得你 而且我要扩大这个资本 它不具有这样一种侵占性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发展呢 它没有转换为这个生产方式的 这样一个内在动力 那么所以正是这样呢 西方民族啊 并没有和这个 东方民族啊 并没有像西方民族那样 在封建社会的过程当中 同时进入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了 而是呢 西方这个国家 首先进入了资本主义 就它自身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里面 它进入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而在东方来说呢 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下 被迫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被迫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这样一个事实表明呢 就是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当中呢 东西方民族不仅存在着时代的之差 而且还有传统之别 就是你的传统里面啊 你没有这样一个因素 没有这样一个因素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传统之别 就造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造成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如果这是一个生产方式的变革 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话 或者必然性的话 那么这个传统 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传统之别呢 就体现了世界历史当中的偶然性 那就说实际上 在东方和西方发生碰撞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碰撞 还有你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 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生产方式体现了一种 决定性 必然性 普遍性的话 那么它就体现了这个偶然性和特殊性 和特殊性 所以马克思啊 他就说 他说这个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研究通过人类学的研究 特别研究这个东方的这样一个 不同民族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道路 这样一个道路 那么他就特别研究了这个 这个人类学的笔记 比方说这个科尔利夫斯基关于这个俄国农村革命 俄国农村的这个改革道路 马克思在晚年的时候大量的研究了这个俄国的这样一个 就是很典型的包括印度啊 阿尔及尔啊 就是这样一些东方民族啊 他们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 那么他就提出关于这个世界历史发展 如果在早年的在资本论里面的时候 他还提出来就是世界是按照这个这样一个历史啊 还按照这个铁的笔来信来发展的话 那么到晚年的时候他就提出来 就是这个历史发展不同道路的问题 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问题 所以他就说极为相似的事变 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的钥匙 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这个马克思这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在晚年的时候 他就想了不能把西欧的这样一个发展 完全笔覆到各个 就是各个其他的民族 由于其他民族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的不同 它的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 所以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时候 他就考察了西欧资本主义传入到东方 就是说西欧以外的国家的各种不同的情况 比方说在印度 它是一个 它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的国家 就是通过殖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 而俄国呢 它是主动地学习西方 就是在这个西方的压力上 主动地学习西方 走上了这个自身的这个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那么马克思通过这样一些研究的 就提出了 就是说这个 在文化层面上 就是可以说在文化层面上 探讨了世界历史的这个特殊性和偶然性 来讲这个世界历史的现实的实现问题 现实的形成问题 那么在这个两个层面上 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这两个层面上的思想 怎么理解他的思想 就是说这个思想 马克思是不是在晚年推翻了他早年的思想 其实呢 马克思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在讲到这个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的时候 他也没有 推翻他早年强调了世界历史当中的 这样一个一般性决定性的思想 就是说他 包括他在这个晚年 这个写给这个民粹派的信里面就说 他说你们都喜欢揣测我的思想 实际上我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揣测是不是说 马克思啊 支持了这个民粹派 觉得呢这个东方的国家 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芬丁峡谷 就是说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直接进到社会主义阶段 那么马克思说我的结论是什么 只要我走上了 这个沿着1861年的改革道路走 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就是说马克思在那个时代 他就说只要你走上了这个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 就不能说你跨越卡芬丁峡谷 你跨不过去这一个阶段 你必然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那么马克思在这的时候 那么到了90年代的时候 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这个思想 他说他所看到的什么 你这个额管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 就是说它已经是个历史事实了 你不能不承认它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 实际上到后来 即使他们在研究 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偶然性的时候 他同样没有放弃 他早年所说的 这个世界历史的决定论 就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 是这个整个世界历史形成的这样一个基础 是世界历史形成的一个基础 而他讲的这个偶然性 偶然性是什么呢 只是一种对必然性的这样一个补充 它就证明了就说世界的历史发展呢 它既要受到必然性的规定 从此也充满了偶然性和历史基础 就是说不同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并不能否定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而且它是以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为前提的 它们的特殊性 不过是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补充 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 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你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走上这个世界文明的这个新的发展 走上这个工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一个是不容置疑的 你不可能老过这样一个工业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而去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马克思啊 实际上呢 就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说明 聊会了世界历史形成中的 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复杂图景 从而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呢 它当中的一些非决定论的观点 它就说既强调决定论 同时也是也有它的非决定性 包括它的这个历史的偶然性 和历史的机遇问题 历史的机遇问题 那么这是马克思啊 在世界历史当中啊 对东西方明初的考察